广东市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区 试验区 是建立经济特区时间最早 数量最多的省份 深圳 是改革开放后 党和人民一手缔造的崭新城市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一张白纸上精彩演绎 深圳广大干部群众 披荆斩棘 埋头苦干 用四十年时间 走过了国外一些国际化大都市 上百年走完的历程 这是中国人民创造的 世界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四十年来 深圳奋力解放和发展 社会生产力 大力推进科技创新 地区生产总值 从1980年的2.7亿元 增至2019年的2.7万亿元 年均增长20.7% 经济总量 位积亚洲城市第五位 财政收入 从不足一亿元 增加到 九千四百二十四亿元 实现了 由一座落后的边陲小镇 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的历史性跨越 深圳等经济特区四十年改革开放实践 创造了伟大奇迹 积累了宝贵经验 深化了我们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经济特区建设规律的认识 一是必须坚持党 对经济特区建设的领导 始终保持 经济特区建设正确方向 二是必须坚持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通过改革实践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更加成熟 更加定型 三是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 坚持敢闯敢示 敢为人先 以思想破冰 引领改革突围 四是必须坚持全方位 对外开放 不但提高 引进来的吸引力 和走出去的竞争力 五是必须坚持创新 是第一动力 在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 赢得主动权 六是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 汇集人民群众 其实必须坚持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 全民守法 使法制成为经济特区发展的重要保障 八是必须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 全面协调 可持续发展 九是必须全面准确贯彻 一国两制基本方针 促进内地与香港澳门融合发展 相互促进 实施 必须坚持 在全国一盘其中更好发挥 经济特区附设带动作用 为全国发展 做出贡献 以上十条 是经济特区四十年改革开放 创新发展积累的宝贵经验 对新世代经济特区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必须倍加珍惜 长期坚持 在实践中 不但丰富和发展 行键 发展 负劍 干 试